放上去 再下一列 然後呢再來怎麼樣呢 呼叫資料庫 其實就是這一行 有沒有 傳過來 那現在曼時是什麼呢 1月 因為這個名稱 這個1的 第一個名稱是1月對不對 然後就是去 去把資料庫打開 OK 如果說你這一行 卡住的話 檢查一下你的 SS路徑對不對 然後查一下有沒有1月 有1月 他就把查詢的結果放在MyRS裡面 然後呢再來怎麼樣呢 把這個MyRS裡面的資料 從記憶體裡面把它call出來 放在現在優標放的這個 ActiveSales 實際上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你現在優標的 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呢他就把 查出來的結果放在MyRS裡面 然後呢call過去 有沒有看到 call過來了 就是1月份的 這個資料表裡面東西都call回來 然後 結束 OK 然後回去 之後的話呢 就是 最下面 一列 然後呢 再 下一列 再回頭 那這樣的話呢 就在下一列 然後在 2月份 再下一列 再把2月有沒有 因為我現在要查2月的嘛 因為我 在S資料庫裡面也有2月 所以我去把2月查回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2月的下面 然後一樣的方式再下一個 再來就是什麼 3月 再來就是查3月的部分 回來 然後關閉 OK 結束 這樣的話呢 等於是1、2、3月的資料 都不在 我們的 Excel裡面 而在 SS裡面 你可以把它撈回來 也就是說 將來 如果你有大量資料 但不只是自己的東西 可能還有別人東西 放過去 撈回來的話 是大家的 而不是你 只有你自己的資料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完成的畫面 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我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畫面 基本上 也就是剛剛 各位看到的結果 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謝謝